回到新闻现场我们要来掌握的是 近电视在去年大选期间开设政论节目 其实是违反了深社执照时所提出的营运计划的 但是NCC却只有给他们这个限期改正 而让这个在场的记者直接开算 说NCC反正是不会撤照了 因为近电视不会想中天让他们一样不高兴 而至于这个三立入股中加案啦 那么NCC对于中加重罚1400多万 但是对于三立集团呢却没有惩处 对此黄阳明就直言 投资者一点责任都没有实在很奇怪 一直等到选后NCC才动起来 对于近电视在大选期间制播政论节目 NCC认定违反当初深社执照的营运计划 以后大家去申请的时候都可以先用 我不做节目来骗你们 然后接下来就跟你说我没有理念要做吗 因为他都一定都已经就要说他不做了 就不要做 拿调查报导包装成政论节目 近电视多次违反承诺 NCC竟然只予以何处 只要业者限期改正就没事了 只被记了一句警告 连现场记者都停不下去 反正纪念事又不会被撤照 根本不会怕 就一个媒体如果他刻意的要走一个 比较灰色地带 钻漏洞的话 那是不是也太容易了 直到核发的过程当中 有任何的政治利益交换的话 可不可能也就是说在选举期间 你要偷偷暴力 NCC爱轰护航绿媒也在三立入股中加案 违反2018年中加负负担条款的处置上 看得出来 NCC这次重罚中加旗下这家系统台 开罚了一千四百四十万元 对三立却轻轻放过 甚至其中还有两位委员提出不同意见书 必须重新检视中加移评三立贼金台 其中是否有违法 只不过是没有被委员会采纳 这个案子 其实这个违法的试证是蛮明确的 被投资者他没有注意到说 其实投资者他不能投资的时候 其实被投资的倒霉 反而投资者一点责任都没有的话 这个是有点奇怪 NCC侵罚三立禁电室遭批明显护航绿媒 居住拿黑手生计媒体独立机关公信 没人再相信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今天的中国时报社论了 斗大的标题写的就是苏贞昌陈耀祥言论自由的罪人 里面写到什么呢 我们的大重点都有为您用红线来画起来了 然后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我们中间新闻大家都知道 已经赢得了大部分的诉讼 证明的是什么 NCC的财罚跟撤照都是不合理的 甚至也是不合法的 在此的情况下 NCC您难道还要再硬拗下去吗 而陈耀祥还要继续的 厚颜无耻的巴着这个主委的位子吗 那接下来看 恢复中天应该要积极处理哦 违法入主中家的三例电视股东 财罚是1440万元 那只罚三例股东 但是三例电视呢 完全没有罚 就这样轻轻放过 简直荒唐 社论底下还写了 说禁电视在大选期间公然违反了营运计划 你制播的是政论节目 但是NCC也只是记了个警告 没有实质的开罚 令各界哗然 果然绿色是原谅的颜色 如果陈耀祥不立刻卷布盖走人 那么从现在到他认满 不晓得还有多少荒腔走板的事情 NCC青仓秀等着要上演 而社论还写到了 一手主导中天关台的前 行政院长苏贞昌 以及民进党府院上下高层 都应该要继续追究其责任 言论自由杀手 一个都别让他们跑了 不公不义的NCC 所造成的最大苦主 是中天新闻重回52台仪式 在野党也不应该要拖延 目前立法院副院长呼声最高的是 国民党立委江启臣 对此表示 各党团都可以提案 那社论还写说了 老实说如此消极 好像一副势不关节态度 让人其实是很失望的 于公于私 应该都要恢复中天应有的权益 维护言论自由 而国民党应该要积极的处理 社论写说 难道江启臣不知道 在民进党掌控的九成媒体资源下 中天是极少数能够公平公正处理 包括国民党在内的 在野党的新闻媒体吗 即使中天被迫转战网络 仍然是每天清清恳恳的 经营各个时段的新闻节目 给了在野政治人物最多的曝光机会 更何况中天的遭遇 正是压坝的民进党最恶劣的作为 让中天重回52台 是台湾实现新闻跟言论自由的起手势 请各个在野党应该要加把劲 这个是今天中国时报社论写的一个最新的 大家想问的想听的想看的都在里面 言论自由的罪人写的是陈耀祥跟苏贞成 这是今天的最新话题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了 那么其实我们刚有看到了 对于三立跟进电视轻轻放下 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记者会的现场 其实媒体就有在这个齐声 就在问了就在酸了 虽然NCC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因为只发出了一个警告 没有实质的一些财阀作为 台北市医院李明贤就批评了 这个NCC到底是独立机关 还是国家的机器 还是民进党的机器呢 陈耀祥应该要送进监察院 好好的调查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陈耀祥不是只有回到台北大学教书而已 陈耀祥根本要移送监察院 今天老师讲 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的中国时报 社论真的写得非常好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苏贞昌跟陈耀祥就是言论自由的罪人 大家回想一下 当初中天电视台怎么被关掉的 2018年NCC才把中天21次 其中14件跟政治相关的 非政治案只有7件 拔了27件21件之后 然后就关掉中天了 这有道理吗 所以这是前置言论嘛 所以针对这一些 我就让新国会要迎反台湾的言论自由 就开始从NCC 甚至从当天 当时候关中天的时候开始去查起 这是双重标准 这百云就双重标准嘛 你看三立今天是轻轻放下 既警告啦 限期改善啦 刚才中天你不是跟我讲的 拔了21件 其中还有14件是政治案 我就把你关掉了 这有道理吗 如果依照当时候 2018年关中天的标准 那请问 靖电视三立呢 你还关不 所以我觉得你NCC 到底是什么标准啊 你的NCC是 行政院国家的NCC 还是民进党的NCC 那么就西朗嘛 所以中国时报今天社论最后 我觉得写得很好 要平反台湾的言论自由 在野党要表态啦 现在包括中天当初怎么下架的 现在就要如何上架啦 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台湾要回复多元的新闻 而言论新闻自由 要平反言论自由 当然中天恢复商家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一个里程碑啊 所以在野党当然有责任啦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